南韓上周四暴雨至今 河流潰堤造成一处地下倒淹水 包括巴士在内15辆车受困 至少13人死亡 连日暴雨已传出40人死亡 日本秋天破纪录雨量 一天降下整个7月份雨 美国遭遇极端气候 佛州迈亚密连续36天破43度 加州死亡股超过50度 南欧热浪未歇 意大利希腊观光景点战时关闭 专家提醒小心中暑热衰竭 注意防晒补水 作用南单史上最多23座 大满贯冠军的塞尔维亚名将 乔科维奇 苦战近5小时 败给20岁西班牙小蛮牛艾卡拉兹 温网四连把梦碎 艾卡拉兹温网首度封王 拿下生涯第二座大满贯 俄罗斯傭兵瓦格纳集团 60辆车开进白俄 将训练白俄军队 美国将提供乌克兰极数弹 俄国总统普钦警告 若乌军使用极数弹攻击 将采取同样方式还击 大陆旅游上半年明显回暖 国内旅游23.84亿人次 年增长超过六成 暑期旅游更是热门 景区一票难求 网络黄牛抢票 哄抬价格 观众朋友玩 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美国跟中国究竟是竞争还是合作 很多人大概都会提到前面 不但是竞争 而且是对立 而且在很多方面看起来是恶斗 但是他们在气候方面 气候议题是合作的 在2022年 裴洛西访台湾 导致中断将近了一年后 美国气候特使凯瑞 在7月16号抵达北京 展开了四天的中国访问 气候议题双方合作 借着这个议题来修补 美中两国薄弱的互信 在周一的时候 凯瑞跟中方特使 谢振华常谈了四个小时 或许在年底召开的联合国 COP28会议开始之前 美中这两个世界 两大碳排国 会达成一定的共识 营造合作的气氛 当然美国国内 由于对立仇视中国太久 所以对于气候合作找中国 有很多质疑 他们说 中国大陆持续盖火力发电厂 而且借着开发中国家的身份 规避了减碳排的责任 为何要合作 美中在气候方面的合作 如同在经贸等等 其他领域的合作一样 简单来说 就是机会跟困难并存 美国气候特使凯瑞 周日飞抵北京 展开四天中国访问 主要目的是重建美中互信 修补去年八月 美国前众议院议长 裴洛西访台之后 遭北京单方面中断的 气候合作步伐 因此周一一早 就与中方的气候特使谢振华 在北京饭店长谈四小时 一见面 谢振华就打趣称 两人上任以来 正式与非正式会晤次数 已经高达53次 相对的凯瑞对这趟 日内第三次中国行则 保持低调 不但行程不公开 联手在下榻旅馆的记者提问 他也只比出大拇指不说话 美国国内对于凯瑞的 中国行则多有质疑 出发前夕 凯瑞在众议院听证会上 就遭到来自共和党议员的拷问 议员直指北京当局 至今仍持续投资 新建火力发电厂 批评凯瑞过于软弱 在说服中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上 做得不够 凯瑞强调合作减排 是美中两大碳排放国的共同责任 中国行有其必要 他也表明将与中方重点讨论 减少甲烷排放 限制煤炭使用 遏制森林砍伐 以及帮助贫穷国家 因应气候变化等议题 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在国内发声强调 凯瑞将向中国阐明 拜登政府不会继续容忍中方以开发中国家为借口 拖延减排 比凯瑞早一周访问中国的美国财长叶伦 周日在印度举行的G20财长会后记者会上 一边认同美中两国应该要进一步缓和紧张关系 还期盼与中方在穷国的债务重组等 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上加强合作 但另一方面 叶伦也指出中方长期的不公平贸易问题并未解决 如今更进一步实施反制措施 因此现在谈论取消川普政府时期对中国课征的千亿元关税 为时过早 此外美方对于微软上周揭露 中国骇客入侵美国商务部与国务院等政府机构电子邮件 企图在六月底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之前 切得美方内部相关情资的做法也表明不会容忍 尽管骇客议题上拜登政府穷追猛打 但在被中方指为所候的晶片议题上 美国企业则传出松绑呼声 美国三大晶片巨头总裁 据播下星期将会和政府官员会谈 游说当局放宽对华晶片出口管制 拜登政府近日传出可能再次扩大对中国科技封锁 包括AI晶片半导体设备以及对华为的出货 都可能进一步收紧限制 其中高通营业额六成来自中国受影响最严重 其有意与英特尔 辉达等半导体产业 共同上华府讨论因应对策 美国国内舆论当前对中国强硬 以及竞争的氛围持续增温 经贸与产业链上又仍与中方相连 拜登政府一方面做足姿态要维持美国的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也积极派出高层官员与中方沟通 美中之间激烈的竞争同时也必须存在的务实合作 已经成为两国甚至国际间的主调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美中之间一个很大的局语 在一年多来跟欧战有关 美国一直看不惯 中国大陆不愿意跟俄罗斯划清界限 反而越走越近 这个战争持续地打 美中在这一点上的严重分歧 就不可能让他们合作愉快 在上个月底 俄罗斯曾经出现一天几乎军变 瓦格纳佣兵现在战事兜到了白俄罗斯 而白俄罗斯的国防部公布了 瓦格纳佣兵训练白俄罗斯士兵的画面 让波兰绷紧神经 美国提供了乌克兰杀伤力强大的急速炸弹之后 允许欧洲训练乌克兰非美国制的F-16战机 乌军近来反攻 没有进展 因此必须加紧武器装备 克里米亚大桥在周一载船爆炸 莫斯科指控是乌克兰的恐怖行动 另外俄罗斯也表明到期的黑海谷物 出口协议不再延长 看似风平浪静的克里米亚大桥 周一凌晨喘出爆炸 造成两人死亡 一名孩童重伤 这座桥是俄军在乌克兰的重要补给线 也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开通的工程 这条连接俄罗斯和克里米亚 长19公里的公路和铁桥 在爆炸后一度全面封锁 这场爆炸时间点恐怕来得不巧 因为由联合国和土耳其促成 应对全球粮食危机的黑海谷物出口协议 就在中一到期 协议下从乌克兰一共出口近3300万吨玉米 小麦等古物 当中超过八成运往亚洲和西欧 联合国表示驻全球粮食价格降低20%以上 不过最后一艘可通行的古物船 周日已从乌克兰港口奥德萨出发 莫斯科自6月27号就没有再同意注册任何新船只 俄罗斯总统普清对古物协议还没亲自表态 但对乌克兰战况倒是开了金口 普清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表示 乌克兰试图夺回领土的反攻行动没有成功 另外普清说他也认为使用极数炸弹是犯罪行为 声称目前为止俄罗斯还不需要使用 但如果乌军对俄军使用这类炸药 莫斯科有足够的库存来反击 尽管普清说在乌战中还不曾使用极数炸弹 但根据国际人权组织俄乌双方在战场上都使用过 全球上百国禁止使用杀伤力强大的极数弹 但军事强权的美国俄罗斯中国大陆等 皆没有签署公约 现在乌克兰已经收到美国提供的极数炸弹 承诺只会使用在驱散敌军集结 而美国不止给极数弹 拜登政府高官透露 将同意欧洲国家训练乌克兰飞F-16战机 这个决定一反美国总统拜登年初说 他不认为乌克兰需要F-16 但目前基辅地面部队反攻一大阻碍 就是俄罗斯握有制空权 俄军的空中优势使得乌军难以推进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乌军反攻开始两周 武器最多就损失了两成 之后被迫改变战术 把重点放在使用长程飞弹 而飞加快推进 把损失率降到约一成 弹光6月已损失超过20辆战车 包括欧洲提供的暴式坦克 而在乌东巴赫姆特一役 相当关键的俄罗斯佣兵瓦格纳集团 乌克兰和波兰官员证实 瓦格纳战事已经到了白俄罗斯 根据白俄国防部公布的画面 瓦格纳佣兵在白俄首都明斯克 东南边城镇训练白俄士兵 瓦格纳以往白俄是佣兵结束6月叛乱协议的一部分 白俄观察组织表示至少60辆的车队 上周五晚间从俄罗斯入境白俄罗斯 似乎是前往白俄中部由官方准备的营地 波兰官方则表示人数可能达数百人 华沙已开始把上千名部队调往东部 以防白俄边境紧张局势 请先问综合报道 好 前面已经过了一半了 我们说暑假到现在您看了几部电影呢 这里讲的是真的进电影院看片 而不是说在家里看串流追剧 或是串流看电影 电影强挡连发在海峡两岸三地 有很多大片是同时上档的 在台湾现在还在昂党 我们不妨看看它在中国所创造的总票房 中国到目前为止 暑期党的电影总票房 已经突破人民币85亿元 以中国大陆有一个国片 叫《消失的他》 《八角龙中》和美国电影《变形金刚》 分别是票房前三 您可能已经想到了 那不可能的任务呢 不可能任务的第七集上映五天 在美国票房冲上了八千万美金 全球的总票房 已经破了美金两亿三千多万 自从宣布开拍以来 到目前为止 话题不断的 Barbie将在上个星期上映 很多粉丝还引颈期盼 有好莱坞男星汤姆克鲁斯主演的 《不可能任务期》重返大荧幕 周末票房达五千六百二十万美元 夺下北美票房冠军 全球总票房更在五天冲上 二点三五亿美元 除了原版人马回归演出 我们的生命比较更重要 我没有承认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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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形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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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电影更在拍摄期间碰上新冠疫情 大幅延期 制作成本高达二点九亿美元 不过故事到这可还没结束 这只是不可能任务致命清算第一章 但由于碰上美国演员工会全面罢工 目前下集也陷入停拍 恐怕无法如期上映 其他暑期强檔电影包括远速方程式 周末票房收入为八百七十万美元 委居第五 印第安娜穷斯命运轮盘 则在上映第三周后跌到第四 婴儿房鬼门阴森处 位居第三 票房收入为一千三百万美元 自由之声则交出第二名成绩 票房收入达两千七百万美元 至于中国大陆暑期党电影也来势汹汹 截至周日上午九点五十分 票房已突破人民币八十五亿元 其中大陆国产悬疑片消失的他 以人民币三十三点四一亿的成绩 夺下票房冠军 剧情片八角龙中 以人民币十四点二亿紧追在后 而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 则排在第三 票房为人民币六点四八亿 至于就在下周 准备上映的真人版电影 巴比也令粉丝备受期待 不过总是完美现身 打扮时髦的巴比 诞生至今六十四年 虽然风靡全世界 也经历一番跌宕起伏 现在巴比肯尼随着时代演变 完整公司也不断推出更多元化的新人物 但美泰儿今年第一季的销售额却大幅下滑 比去年同期下降超过两成 究竟新电影能否如美泰儿预期成功再次带动巴比销售 市场野正密切关注 TVB新闻总和报道 专属鼠期现象 那可真是全球性的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鼠季待望的商机 尤其是今年经济明显趋缓的 中国大陆内需非常需要暑假的旅游人潮 上海办了一个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 四天接待了18万人次 那个商圈就可以办各种各样的电竞活动 吸引年轻人涌入 在江苏扬州 寿西湖在鼠期的时候 推备股师免门票参观 而北京的景区 黄牛抢一张北京清华大学的参观票 喊价人民币300块钱 中国官方公布了上半年 中国大陆国旅突破了23亿人次 年增超过了六成 北京故宫外力就告续牌 不卖当日票 要参观得上网预约 但约得到吗 有点遗憾 但是等以后有机会再来吧 那也没办法 对 应该再逗外方一些 毕竟暑假期间很多人都过来了嘛 但是约不到票 过来一趟也看不成了 游客都到了北京 却只能遥望景区 这个暑假 大陆境内旅游人气超高 尤其是北京 著名景区博物馆根本一票难求 手速要很快 所以我一个星期前都没有抢到 然后就看了天安门馆床 然后准备回去了 因为天气太热了 就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未来一个星期内 所有时段全额满 旅行社已经成了抢票大军 每天为了游客 能不能顺利游览 首先开放给港澳台及境外的游客们 然后是国内团队的游客 再有就是一些夏令营 这些小朋友们的这个通路 旅行社希望能预留订票名额给团客 北京故宫则宣布从25号起允许未成年的严学银等快速入场 订票难 网路上黄牛大军更猖獗 记者在一些电商平台上搜索国博门票 可以看到预约抢票抢购的字样 记者与客服人员联系称 希望明天可以抢两张国博的门票 相关客服人员表示 价位是150元以为 成功率在95%以上 别人抢不到 黄牛却能确保九成以上成功率 不仅如此 先前才开放参观的北京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在黄牛抢票下 原本免费门票 网上被炒高价一张人民币300元 近期北京公安部门就逮捕了 九名替游客抢票的黄牛 但暑假游客那么多 如果不客黄牛 不上网拼手速抢票 那花点脑力被湿 或许有机会逛景区 江苏扬州的寿西湖景区 因应暑假人潮多 不仅开放夜游 游客只要背出全篇252个字 共36句的春江花月夜 诗词就能免费进场 而在上海则是举办年轻人喜爱的 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 展期四天接待近18万人次 展会主要还是有很多玩家来测试 第一季来的玩家都 大部分更偏休闲玩家一点 对然后他给我们提供很多测试机会 然后正好和我们游戏调性比较符合 展会能试玩新款游戏 上海的南京路商圈 趁着动漫游戏博览会热潮 接力办电竞加年华活动 配合的百货公司有大型电竞比赛 在现场有这样气氛的烘托 包括很多设备的完善 会很兴奋 有一种很燃的感觉 像这样子一个大型的电竞比赛吧 我来观战呢 也可以交到一些兴趣相同的朋友 也可以拓展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嘛 除了参与电竞赛事 眼睫商铺还结合游戏AR方式 推出打卡活动 他一路会有AR打卡 又通过手机 我可以看到沿路的历史故事 那一路又边吃边喝 还认识了很多老之后 就很有意思 边玩边逛边消费 这也是大陆各地 期待旅游复苏的最大目的 官方公布上半年 大陆境内旅游突破23亿人次 同比增长超过六成 实现旅游收入2.3兆 同比增长95.9% 暑假的旅游热潮 让下半年观光成績受到期待 TPBS新闻综合报道 本来继续focus 提到防癌 它绝对是全球性 不管谈到医疗或是提到养生 第一位的话题 而在罹患癌症的年龄层来说 美国年轻人现在罹患大肠癌的数量越来越多 美国的医学团队试图了解原因之后发现 在50岁以下的大肠癌患者 他们体内的柠檬酸含量太低 柠檬酸这种营养成分是帮身体把我们的食物转化为能量的时候所产生的物质 为什么柠檬酸会这么低 可能跟患者在过去吃太多红肉以及摄取太高的糖分密切有关 在报道里面 美国有一个6岁的小女孩 是业余画家 现在靠贩售画作 她把所得捐给慈善组织帮助癌症病患 而连锁超市沃尔玛旗下的自发性组织 在全美各地帮助病童 桌上摆满甜点和纪念品就像一场热闹的园游会 缅因州埃尔斯沃斯这件沃尔玛超市的周末活动意义非凡 一切都是为了这个10岁罹患血癌的男童 我应该有12或13岁罹患者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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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创立的组织在全美各地帮助病童 为他们加油打气 在美国越来越多年轻人罹患大肠癌 美国克里夫兰诊所的胃肠走流专家决定找出原因 比较罹患大肠癌的不同年龄族群后发现 50岁以下的患者体内的柠檬酸含量较低 这种营养成分是当身体将食物转化为能量时所产生的物质 医师认为年轻患者摄入过多的红肉和糖分 可能是导致体内柠檬酸量过低的原因 专家提醒大肠癌的几种征兆 例如排便习惯改变血便腹痛或是虚弱疲劳 加上体重减轻 绝不能轻忽这些生活上的改变 只听情声很多人会以为这是一个成年人才有办法拉出的旋律 但眼前这个女童才六岁 不仅有着小提琴手的专业气势 她还是个业余画家 才八个月大就开始作画 兴趣广泛的朱莉耶表示这是她最喜欢的一项事后 小小年纪就已经对未来有明确规划 朱莉耶立志做一名医师 但在她拿到医学学位之前 热心助人的她一直透过贩售自己的画作 将所得捐给慈善机构 帮助癌症病患 谈情女儿心中是满满的骄傲 朱莉耶的父母亲强调 他们育儿的方式跟一般人没有不同 尽管比童年里的小孩子还要成熟 做父母的却不想给他太多压力 只希望这个未来想当抗癌救星的小斗士 现在可以快快乐乐单纯当个孩子 不约束孩子的思维 也不强求现阶段的发展 六岁女童的未来无限可奇 好 接下来Focus 高温高温很少像2023这一年 结果每隔几天都会重新再报道一次 欧美极端高温笼罩 而每一次标上的高温都再一次 破了两三天前恐怖的记录 南欧全部在火炉里 意大利西西里和萨地尼亚岛48度 历史新高 希腊的未成是著名的观光地 它现在中午到傍晚之前全关闭 以免游客排队中暑受伤 中东的地区非常热 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到海边吸水 他没有戴帽子也没有喝水 结果中暑紧急送医 他向全民致歉 说自己做了错的示范 而美国西部和南部热浪频频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每一天的温度飙破43度 加州有一个死亡股 这个地方的气温测得 摄氏54度冲破了百年的记录 同一个时间 美国的东北部豪雨成灾 宾州大水不幸造成了无人死亡 纽约交通大乱 纽约市的机场取消的架次航班高达1600架次 美国西部和南部热浪持续发威 未来一周每天破43度高温的趋势不变 1900万人处在高温警戒中 曾经出现地表观测气温以来 最高地表温度的加州死亡股 温度飙到54度冲破百年纪录 观光客来到死亡股 无非就是要体验地表极度高温 若是能够拍到破纪录的数字 就更是感到不虚此行 民众兴奋地在气温表前拍照 但也有许多游客 是怀着忧虑和警惕心而来 位于亚利桑那和内华达州交界的 胡佛水坝 也是游客最爱的景点 不过大坝的水泥块 晒到会烫伤人 游客说热到连呼吸都困难 佛州迈阿密的气温从6月中开始 已经连续36天超过43度 当局也发布过热警报 代表气温会一路攀升 而且高温会持续几个小时都不下降 佛州海洋水温也不断升高 平均温度达到35度 与家里的浴缸水温差不多 美国南北气候走极端 东北部地区周末降下豪雨 滨州淹大水 共造成五人死亡 包括两名幼童 纽约市的交通也被豪雨打乱 机场共取消了1600架次的班机 州长也发布了洪水警报 呼吁民众大雨期间不要出门 北大西洋的另一端 南欧也处在火炉当中 意大利西西里和萨丁尼亚岛气温达到48度 创下历史新高 火烤的天气已经让艺人丧命 还有多名观光客中暑送医 我们有粉丝 我们有衣服 我们在天气温达到我们的酒店 然后我们会出现 在夜晚的浴缸 你知不知道 去吃一吃 希腊和西班牙的热浪 本周也将持续 雅典未成为保护游客 在中午和傍晚之间关闭 当地气温超过40度 许多游客出现重暑症状 我们有些违反应的远远 有些热浪 有些热浪 有些人 有些人 知道 他们不可以 去远备 想要一旦 我们试试 让他们 给他们 那些需要 那时 西班牙除了热浪 还有野火 拉帕尔岛 周六一早 发生森林大火 4000人紧急撤离 共有20栋房屋 被烧毁 中东地区 也热翻天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周五到海滩细水 结果中暑 紧急送医 医生诊断 他脱水 隔天 纳坦雅胡 公布影像报平安 并说自己 做了不良示范 中国大陆和日本 也有热浪 大陆测得52度高温 创下历史记录 TVBS新闻 总和报道 暴雨不止在我们刚刚所报道的美国地方 国人非常爱趣的韩国和日本 东北亚连日暴雨 而南韩变成了死亡悲剧 南韩河窗溃绝 而公家机关早就发布了豪雨警报 却无所作为大水灌进都市 淹没地下道 民众逃生不及 在这一场暴雨里面 地下道活活超过10个人丧命 镜头一开始先看的也是日本东北连日大雨 清盆大雨 眼前一片雾茫茫 汽车开过 渐起一道道水滑 緊急安全確保が発令されました 秋田市にある太平川が氾濫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受到外围环流影响 日本东北一带水汽丰沛 上周末起 雨势猛烈 秋田市内的太平川溃堤 流域范围多处淹水 居民也看傻了眼 有的老人家来不及逃生 幸好搜救队及时赶到 拖着小艇将人救出 这场大雨打破日本气象记录 秋田部分地区 24小时雨量创统计新高 一天就下完整个7月份的雨 超过600栋民宅受灾 数字还在上升中 破季度大雨 造成秋田多条河川暴涨 同时也瘫痪下水道排水功能 外水内水双重打击 让秋田市中心一片汪洋 秋田追亚抽战前的巴士转运站 放眼望去全市浑浊泥水 市中心沦为重灾区 饭店地下停车场 抽战大厅无一幸免 电车新干线全线停止 医疗资源也受挫 秋田市中心的医院泡在水中 楼梯有如瀑布一般 院方紧急宣布暂停急诊与门诊 更请求自卫队协助将部分病患 转送至其他医院 丧失城镇医疗机能 与在持续扩大之际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上周日以原计划前往中东 拼经济 出发前特别强调 绝不漏接国内灾情 就算人在国外 也会及时指挥调度 就怕一不小心 变成隐席月第二 现在的北枢进行事 现在正常的进行事 但有一定因而 现在相当于迷路上 遇到状况 南韩同样受到风影响 西部的中清南道 至东部的沁上北道 13号起遭雨弹轰炸 多处土石崩塌 河川愧绝 15号 中清北道的青州市 附近河川泛滥 估计多达六万顿水 瞬间涌进城市 淹没市区一处地下道 许多人没能及时逃生 酿成严重意外 事发的地下道 最道部分长六百多公尺 向还者透露 水来得又急又快 根本跑不出去 15辆汽车就这样困在地下道 包括一辆载有乘客的公车 造成超过十人死亡 家属哭倒在医院门口 不能接受亲人死于 行政机构的疏失 南韩多家媒体报道 在大水袭来的数小时前 就已经发布洪水警报 但相关单位毫无作为 让国民身处危险 却不自知 通缉这简直就是人祸 更把苗头指向总统 雨灾时 南韩总统影席月正出访乌克兰 回程时 急在飞机上 透过视讯关心灾情 并下令搜救 仍无法止住国民雾气 南韩媒体更批评 影席月在国家有难时 仍维持外交行程 不能做出基本救灾对策 以保护国民 而南韩气象庭预估 一两日内 还会再降下数百毫米的大雨 警告千万提高 防灾警觉 TV新闻最后报道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 focus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